话说呀 内湖区隶属台北 是12个行政区之一 当地的治安呢 还是比较良好的 有很多间的学校 1993年7月1号 内湖区康宁路的一栋临街大楼啊 突然发生火灾 这栋楼呢 一共有七层 找我的 是六楼的一户人家 当天清晨6点20分左右 一位女士在晨跑的时候啊 注意到有阵阵的黑烟 不断的从大楼的窗户中涌了出来 她立刻呀 拨打电话报了警 消防队到达现场之后发现 这户人家的门窗紧锁 呼喊之后 也没有人回应 只好打破窗户 用高压水箱从窗口啊 向房间里漫灌灭火 大约20分钟之后 这火势啊 终于熄灭了 消防队 消防队随后拒短阳台的防盗的栅栏 进房间里 查看是否有人员伤亡 当时呢 经过大火焚烧 和高压水枪的冲击 房间里呀 是一片浪迹 到处呢 都是水和烧焦的物品 就连房间天花板呢 都被水给冲垮了 塔在了地上 随着消防队一同进入房间里的 还有内户派出所的警员 警员查阅户籍资料得知 着火防目的户主啊 名字叫做周美飞 据周围邻居反映 周美飞平时呢 经常不在家 考虑到啊 报警的是路人 而且呢 火在现场 无人回应消防员 大家一开始啊 都以为这是意外走火 并无人员伤亡 直到消防员清理现场 掀起天花板之后 一具女性的尸体 赫然就出现在 所有人的眼前 死者正是护主周美飞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案发时23岁 他是一个明星演员 名字叫做战荣 战荣 也就是周美飞 出生于1969年 他是台湾人 出生在商人家庭 自幽和家境幽和 父母呢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离了婚 家中的几个孩子呀 只有他跟着母亲长大 战荣原本呢 在台湾的工业专科学校就读 之后呢 随着母亲呢 一起呢 移民美国了 尽管热爱电影广告 但是战荣依然听从母亲的安排 考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商学院 读企业管理 念大学期间呢 回台湾探亲的战荣就被惊叹给发现了 二十岁的时候啊 他为京城四少的剧组选中了 出演 铭记局尔 这是战荣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部大火电视剧呀 也让战荣走进了公众视野 从那之后 战荣呢 就从这个洛杉矶大学修学专心回台湾发展演艺事业 先后出演了三部电视剧 一部电影 还与另外十一名新出道女星合拍了一张泳装的专辑 因为面容清秀 当时啊 有媒体将他称为小邓丽君 案发的时候 战荣在电视剧雨中的彩虹中担任二号 台湾呢 资深的媒体人 这个评价 说这个战荣外形条件好 学历背景优秀 性格热情 事业心强 做事啊 总是卯足权力 很适合在娱乐圈发展 形容他呢 就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剧总的同事啊 也说他呀 性格直率豪爽 为人随和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事件 战荣或许啊 最终像大S 小S 林新如一样 成为被两岸三地大众 所熟知的明星 但是啊 他的人生之路 却在1993年 戛然而止了 案发公寓呢 是战荣回台湾发展之后买下的 也是他呀 平时生活的地方 公寓一侧呀 是厨房 另一侧呢 是卧室和浴室 中间呢 有一堵阁墙 这间公寓呀 一共呢 有两个出入口 正门啊 在厨房 火灾 逃生门 在卧室 火灾 逃生门呢 没有门锁 只能从这个屋里打开 出去之后啊 是火灾 逃生楼梯 可以呢 逃生到 这个一楼 这扇门 很灵敏 无论这个房间里 房间外 只要轻轻一碰 就能关上了 消防员抵达现场的时候 公寓的正门和火灾 逃生门都锁着 正门后的这个沙门呢 也是锁着的 后来呀 经过警方现场勘察 除了消防队曾经破窗灭火 房屋里呀 没有其他暴力入侵的痕迹 消防员和警员注意到了 战荣家的橱柜 抽屉啊 都被翻动了痕迹 公寓里呀 是异常的凌乱 地上啊 到处都是东西啊 比如说什么衣服啊 报纸啊 日用品啊 他们同时闻到了煤气的味道 还有资料称 说消防员在现场 发现了汽油的痕迹 在战荣的卧室里 警方找到了他的记事本 在这个记事本里呀 记录了他的人情往来 他的床头柜抽屉被抽出 扔在了床下 抽屉里有一盒已经拆封的避孕套 警方同时从现场找到了一个 疑似使用过的避孕套 战荣的尸体倒在厨房和卧室的中间 被衣服报纸和厨具等杂物覆盖 尸体啊 全身赤裸 只有白色胸罩被推到了颈部 口中呢 塞有毛巾 头部和下体啊 已经被烧焦了 法医尸检报告显示 战荣呼吸道内 没有黑色碳灰的颗粒 如果火灾发生前 战荣还活着 燃烧产生碳灰将会随着呼吸 进入他的呼吸道内 这说明火灾发生时 战荣已经去世了 战荣的颈部啊 有好几道丝袜的勒痕 头部左上方有肾险裂痕 最后法医判断 战荣啊 是被人勒死的 窒息身亡 法医还在尸体里采集到了经验 有资料称呢 因为火烧和水冲 这物证受损严重 无法做精确的DNA的比对 很明显的 这是一起纵火分尸案 凶手呢 牵在公寓里 杀害了战荣 之后 他点燃了遗物报纸 试图毁灭证据 将这个凶案 伪装成意外 火灾与灭火 导致案发现场被严重的破坏了 警方未能从现场提取到诸如指纹一类的证据 也没有线索帮助警方还原凶手作案的过程 据参与这个破案的刑警回忆啊 警方呢 曾经试图从火灾逃上门外 及逃生梯的扶手栏杆上 采集指纹 前前后后啊 一共去了九四 一节一节楼梯 从一楼一直开眼到六楼 但是最后啊 仍然没有什么发现 另外有资料说呀 警方曾经在火灾逃生门附近呢 发现了几株掌纹 因为案件设计到公众人物 案发之后啊 台北警警大队 与内湖分局警队成立了转组 案发前一天 战荣还在片场工作呢 当天 清晨七点钟 他又拍摄任务 没想到啊 一夜之间呢 惨剧却突然发生了 因为案发现场门窗紧闭 警方判断凶手应该是战荣的熟人 一旧九三年 监控制想头啊 还没有普及 康宁接前后都没有监控 警方只能寄希望于有目击证人 曾经看到战荣和其他人一起回家 据战荣的邻居回忆 战荣平时和这个楼内其他的住户啊 基本上啊 没有什么往来 邻居呢 只知道他开了一辆红色的宝马车 通常呢 停在大楼对侧的街道 战荣居住大楼啊 一楼有一家鸭肉馆 经常的营业到四日凌晨 从这家店铺望出去 正好呢 能看到战荣停车的位置 鸭肉馆老板回忆称啊 6月30号晚上9点钟左右 他曾经见到战荣开车出门 大约在四日凌晨两点钟回家 战荣停车之后 看起来啊 有点着急 一路呢 是小跑的回到了大楼 而且呢 还跑上了楼 根据压肉老板的证词 警方推测 案发当晚 战荣有可能啊 是带了一个异性的朋友回家 但是为了避免被人看到之后 说三道四 于是就叫这个异性朋友 从大楼后方的逃生梯 上到五楼 他急匆匆的回家 是为了给对方开门 当然了 这只是警察呢 对案情发展的一种推测 事实是否如此呢 谁也不敢确定 当之急啊 还是要厘清战荣 案发前一天的行踪 比如他呢 九点之后出门做了什么 是否和其他人见了面 如果见了面 见过谁 并且呢 沿着这些线索 逐一的排除 可能涉案人员的协议 参与调查本案的刑警 在纪录片 是谁杀了女明星战荣中说 当时警方啊 完全查不出 战荣的行踪 他家里啊 没有装电话 他也没有大个大 路边呢 也没有监控 没有人知道 他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但是根据当年报纸报道啊 说战荣家里是有坐机的 案发当天 因为战荣呢 错过了雨中的彩虹的拍摄 制片人呢 往他的家里啊 打了很多电话 另外 1993年 战荣虽然不一定有大个大 但是作为女艺人 他很可能有BB7 不然经纪人和剧组 要如何联系他呢 战荣的通讯记录 到底提供了多少线索 能否还原他在6位30号的行踪 只有参与调查的警员知道了 无论如何呀 根据这个纪录片 警方之后着手调查了 战荣身边 来往比较密切的人员 警方根据记事本内容 梳理了战荣生前的人际关系 发现呢 他和政商界 还有影视圈里的人员呢 都来往 人际关系颇为复杂 因为这个战荣啊 相貌美丽 性格又好 案发前呢 有不少人追他 但是他从来没有官宣过 是否有男朋友 通过追踪战荣的财务记录 警方发现 除了这辆红色的宝马车之外 他还曾经购买过一辆 甲壳虫汽车 不过这辆甲壳虫汽车呀 一直由男演员孙某驾驶 警方随即约他了孙某 孙某解释说 这辆车呀 是战荣帮他代买的 因为呢 他是香港人 在台湾呢 人生地不熟 所以战荣平时对他是颇为照顾 孙某还说 案发当天 他一直待在剧组里 工作人员都给作证 核实过孙某不在场证明之后 警方排除了他的协议 除了孙某之外 警方前前后后调查了大约 有50个人 其中包括一位 与战荣关系不错的化妆师 以及和战荣在同一剧组的女一号 但是这些人协议啊 都被警方一一的排除了 那杀死战荣的到底是谁呢 战荣案沉寂半年之后啊 1994年呢 一个叫做曹阿明的刘烂汉 突然供认说是自己杀死了战荣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 还要从1993年年底 发生了一起案子说起了 1993年12月24号 加入内户区二年级小学生 文美慧 在中午放学之后 失踪了 四天之后 警方在警察纪念园 后山的一间废弃的小屋里 就找到了小女孩的尸体 文美慧呀 死状是极为的凄惨 经过法医的尸检 小女孩脾脏破裂 生前曾经遭遇过性侵 警察纪念园距离这个汤宁路 也就是战荣的案发地很近 步行呢 不超过15分钟 园区内的面积很大 颇为荒凉 和战荣案一样 因为啊 没有先控录像 警方对破案 一时之间呢 是毫无头绪 为了抓住 杀害文美慧的凶手 有个警员呢 连续几天呢 在警察公共复兴 敦守 希望能够找到线索 敦守的第三天的时候啊 警方注意到 有一位女士呢 经常在这附近遛狗 这位女士 告诉警方 说大约一周前 她曾经看到过 一个衣冠不整 浑身脏兮兮的成年男子 带着个小女孩 往园区的山里去了 后来呀 警方拿出了当地流浪汉人名 这个人员名册呀 给她看 她一下子就认出了 这名男子呢 正是曹阿明 这是因为呀 这个曹阿明 长相很特殊 她这两个耳朵呀 不一样大 眼睛突出 而且由于有高度的白内障 黑眼珠很小 一名警员形容这个 曹阿明的长相 说眼睛特别吓人 看过呀 就再也忘不掉了 1994年1月1号 警方在流浪汉收容中心 逮捕了曹阿明 他对行凶事实是供认不讳呀 曹阿明说 案发当天 他骗着个小女孩 文美慧说 你爸爸叫我带你去麦当劳 1993年台湾的麦当劳 当时价格很贵 文美慧家里条件的并不好 一般的时候不太吃得起呀 他爸爸答应说呀 带他去吃麦当劳 他是一直呢都没有去过 文美慧就相信了曹阿明的说辞 就和他一起离开了 之后这个曹阿明啊 就把这文美慧残忍的杀害了 那除了承认文美慧是自己杀的 根据这个纪录片啊 曹阿明在看守所的时候 还主动打电话给检察官 说有案子要自首 要求警方提审他 之后曹阿明告诉警方 说这个台湾明星 湛容也是被他杀害的 他声称 7月1号凌晨 他曾经去湛容家去偷东西 没想到 进入房间之后 发现这个湛容啊 没睡着还醒着 于是呢 用木柜啊 敲昏了 战容 偷走了 1500元台币 后来呢 他色欲熏心 又性侵了战容 曹阿明声称 他知道自己的外貌 特征很明显 为了防止战容 只认自己 他用这个丝袜呀 勒死了对方 后来呢 放火 焚烧尸体 从消防梯离开了现场 根据曹阿明一开始的说辞 他只走这个消防梯 到战容家的后门 然后通过门旁的一个窗户 进入室内的 可问题是啊 战容家后门旁边窗户 有防盗窗 而且呢 离楼梯很远 人呢 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个窗户啊 钻入室内的 他的说辞 被戳破之后 曹阿明呢 又改口说 他是从后门进屋的 曹阿明说 他作案完全随机的 就是沿着消防梯 一个一个开上去 结果到六楼的时候 他突然就打开了 战容家的后门 警方在这个纪录片里啊 对这件事情描述有些模糊 没有说清曹阿明的意思 到底是他随手一拉 这后门就开了 还是他开了锁之后进了屋 但是根据前面警方 勘查现场的发现呢 这两种情况啊 都不可能成立 除非当时 战容呢 主动从房间里给人开门 不然 曹阿明是不能进屋的 曹阿明回答不了 如何入室这个关键问题 但是却讲对了一些现场的细节 警方还曾经带着曹阿明到了现场 要他模拟作案的过程 曹阿明所述内容 也大致的与警方现场勘查相符 根据联合报1994年1月9号的报道 刑事警察局 也就是台湾的负责刑事案件的主理机构 曾经给这个内户分局呢 送过一份检验报告 称曹阿明的血刑和经验主人相符 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份检验报告的价值 其实很有限 第一 有相同血刑的人呢 实在是太多了 在行政中啊 这个血刑呢 只能用来排除嫌疑人 不能用来锁定嫌疑人 比如说 现场踩到了欧型血 那基本上可以排除 什么A型B型血的嫌疑了 第二呢 从经验分析血刑 本身呢 不一定准确 在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中 警方呢 就曾经通过经验分析血刑 再进行血刑比对 结果呢 两次啊 都出了错 那除了报告 有资料称 警方当时还有人证 证明他们曾经在案发时段 看到曹阿明 从消防提上下来 人证物证凶手 认罪齐全 这个案件呢 就被检方移交到了地方法院 但是就在此时 曹阿明翻供了 检方移交这个案件的时候啊 文美会案已经进入了宣判阶段 曹阿明因为杀人被判处刺刑 检方原想啊 让法官以连续犯处理曹阿明 但是法官认为 两起案件间隔太久 不适合并案 于是 又把湛容案 委托给了第三任检察官 这个案子中间呢 换过一次检察官 因为接手案件的第一任检察官 被调取了另一个部门 曹阿明翻供之后 第三任检察官重启调查时发现 刑事警察局的报告有误 曹阿明的血刑和嫌犯不符 但从这一点出发 就基本可以排除曹阿明的协议了 接着呢 拥有刑事警察局监定科的工作人员 向媒体爆料 说在警方一开始调查的人员之中 早就有一个人DNA 他的比对结果和这个经验DNA相符 而且血刑也相符 但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曹阿明 最后啊 因为警方缺少证据 曹阿明呢 就没有被起诉 那如果这个曹阿明 不是杀害战容的凶手 他为什么要主动的向警方认罪呢 原来啊 这是他拖延死刑执行的手段 当时台湾的死刑呢 通常在一两年之内啊 就会被执行了 但如果曹阿明认罪 警方呢 就必须花时间查清楚 他所说的事情是真是假 等到案件进入庭审阶段 他再翻供 又能拖延一段时间了 据悉啊 曹阿明入狱之后 一共自首了 接近四十几案件 最后 只有一起证实 确实是他做的 这个案子受害人 是一名六岁女孩 曹阿明当时伙同他人 绑架了女孩 勒索赎金不成之后 两个人就把女孩给撕票了 和曹阿明打过交道的警员 回忆称啊 当时台湾呢 有什么没破的案件 曹阿明呢 都会烂到自己的身上 结果啊 从接到死刑判决 到执行 给他拖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呢 此外 每次警方提审曹阿明前 他还会要求警方 给他买烟和酒 结束之后 还要警方准备四盒鸡腿饭 给他带走 听到这里啊 有的朋友可能会想了 曹阿明刚刚被捕不久 就声称占荣案是他做的 那时候啊 文美会案的审判结果都没出来呢 他怎么知道自己是死刑呢 又怎么会为了拖延时间 甲自首呢 肯定是警方刑险逼供啊 那我个人认为呢 曹阿明那时候可能已经猜到 自己啊 会因为文美会案被判处死刑 而且当时有不同警队参与调查 曹阿明 在这种人员复杂的情况下 我认为警员呢 主动嫁祸曹阿明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在其他的案子里 警方会正视曹阿明的认罪 或许是因为缺少调查方向 可是呢 在战容的家中 警方不是比对出了一个人的DNA了吗 这个人是谁啊 为什么警方没有继续追查他 反而是接受了曹阿明 破洞百出的公词呢 战容案发两年之后 1995年8月1号 媒体曝光了这个嫌疑人身份 顿时舆论哗然呢 原来死人是台湾五大知名家族 基隆严家的成员 严世宗 基隆呢 是台湾最北端的城市 距离台北啊 大约三十公里 这个严家呀 早年已开采煤矿 金矿发家 1920年 创始人 严云年 掌握有台湾 超过半数 煤矿资源 除了这个矿业之外呀 严家还跨界 投资了很多的行业 鼎盛时期 拥有50多家公司 是名副其实的富商大股啊 严世宗是严云年的曾孙 案发时40岁 他28岁的时候 从父亲手中 借过加速事业 创立了多家的建筑公司 还投资开发了几处高级的写思楼事业 一度啊 颇有建树 但是后来严世宗赴美投资房地产失败 损失惨重 撤回台湾之后 他接连推出了几个房地产项目 也没有成功 是血本无归啊 当1995年 严世宗累计负债超过22亿台币 折合人民币呢 大约4.6亿 严世宗的身份 令人惊讶 更让人恶然的是 1993年3月 也就是战荣案 案发前4个月 严世宗呢 正因为诈骗罪被警方通缉 换句话说呀 警方采集了一个通缉犯的DN样本 却没有将他缉拿归案 后来呢 当媒体爆出严世宗的身份时 严世宗却已经消失了 至今呢 音讯皆无啊 这一些道理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联合报的报道 案发之后 警方从战荣的笔记本中梳理出了近30位和他经常往来的人 并且采集了这些人的DNA的样本 严世宗呢 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部分资料称 案发前 战荣呢 正与严世宗交往 案发之后 警方先后两次约谈严世宗 而且还做了笔录 按照警方的工作流程 约谈一个人之前呢 他们应该先调阅对象的背景资料 了解对方是否有前科 是否受到通缉等 但是负责约谈严世宗的警员 后来辩解 说他们当时忘记调取严世宗的资料了 所以呢 也不知道他正在被通缉 根据网络资讯 严世宗在接受警方调查时 曾经以自己的身份特殊 可能引起媒体 不必要的关注为由 没有前往警局接受约谈 而是与警方约在了其他地方做笔录 后来呢 也是直接在医院里抽血 做DNA比对的样本 而并非在警局接受采样 调查严世宗的警员说 两次的约谈和抽血时 严世宗呢 都表现正常 没有心虚的反应 所以呢 他们当时没有特别的关注他 根据内湖警察局的警员说法呀 警方当时通过关系呢 联系上了严世宗 希望他能配合警方调查 解释一下 案发前一晚究竟发生什么 但是严世宗呢 始终不肯出面说明 警方后来实在找不到他 只能把整个事件报给检察官 至于为什么严世宗一直没有落网 他也不清楚 因为案子后续啊 被分给了台北市刑侦大队跟进了 那讲到这里 可能有听众朋友会想了 警方既然能够通过关系 联系上严世宗 为什么不直接逮捕他 他可是有通缉在身呢 严世宗可能做完DNA鉴定之后 就躲了起来 警察也找不到他吗 只能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他 在警方跟踪这个严世宗跟丢之后啊 曹阿明也被杀害文美会落网 那之后发生什么 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综合不同的警局警员的说法呀 这整件事情看起来 似乎是警方因为工作疏忽 意外放走了协议人严世宗 顺着这个逻辑啊 警方之后更像是出于破案压力 顺水推舟的 就将曹阿明定为了协议人 这个情况是否成立 关键的一点在于 警方到底是什么时间 调阅严世宗的资料的 他们在给严世宗采样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他通缉犯的身份吗 如果警方在采样前就已经知道 严世宗被通缉了 那真相啊 可能就是警方包庇严世宗了 之后判定警方 这个曹阿明被犯罪嫌疑人行为 也像是为了找人给严世宗顶罪呀 遗憾的是啊 现有的资料啊 不足以帮助我们还原这部分时间线了 值得一提的是啊 占荣案发的时候 台湾警局呢 已经开始电子化了 每个警察有自己的账号密码 用来登陆警局的系统 查用资料 根据一个播客阿善师介绍说 当时有些老警员呢 因为对电脑操作不熟练 会请在勤务中心值班的工作人员 帮忙调档 这样一来呢 后续就无法再追查到底是谁看过档案了 后来啊 占荣案在对警方进行内部调查时 工作人员发现 占荣案发不久之后 曾经有两次 有人通过警务中心调阅严世宗的档案 但是因为档案是通过勤务中心调出来的 即使调档确实发生在采样前 恐怕呀 我们也永远无法得知了 到底是谁看过严世宗的档案了 虽然严世宗的DNA比对与经业主人相符 警方看起来也有包庇他的嫌疑 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严世宗一定啊 是杀死战容的凶手 1993年的时候啊 台湾采用的DNA的比对技术 和现在有所不同 当时这个DNA比对技术刚刚开始啊 在台湾推开 警方采用的 是一些这个其他的鉴定法 检测六个队偶基因点位 共分21个形别 和现在广泛采用的STR鉴定法相比 这种检测手段呢 还是较为粗糙的 著名的李昌玉学生 法医学博士李成龙 在篇文章中介绍说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呢 当时台湾采用的HLA鉴定法 能有1% 或者是千分之一的分辨率 就已经很不错了 换句话说 采用当时的DNA的鉴定手段 每100个人或1000种 就可能有两个重复的人 而现在呢 STR的误差率 大概是百万分之一啊 此外据网上名为 消失彩虹的调查报告 因为物证啊 被严重破坏了 当时占荣案 只能做第一型DNA的比对 这种比对的结果呀 非常的粗糙 100个人中呢 可能有五六个人会相符 所以啊 尽管严世宗的DNA 比对结果相符 但是这个结果呀 确实呢 有可能是巧合 另外 参与办案的警察也指出了 本案要定罪 还存在逻辑漏洞 即使DNA鉴定结果误 这只能证明 严世宗和湛荣在案发前 发生过性关系 也不能证明杀死湛荣的一定就是他 无法排除这种可能 湛荣在案发前一晚 曾经和严世宗约会 凌晨两点回家后 与另外一个人见面 后来被对方杀害 那之前我提到了 有资料称 消防员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汽油的痕迹 如果这条信息是真的 说明凶手可能是欲谋杀人 因此凶手也可能是其他认识 湛荣的熟人 他埋伏在湛荣家门口 趁着他凌晨到家的时间 和他一起进屋 并且杀害了他 如果说严世宗不是杀害湛荣的凶手 他为什么不出面说明 反而逃走了呢 他是不是畏罪潜逃 他去了哪里呢 案发前呢 严世宗富有了 巨额的这个负债 所以啊 他消失 或许呢 是为了逃债 不一定啊 是因为杀人 不过 严世宗之前受到通缉 都还照常的 在社会活动 从这点出发 那我觉得呀 他的消失啊 更像是畏罪潜逃 而不是为了躲债 有资料称 严世宗后来啊 潜逃去了美国 根据这个播客 阿善师 在媒体爆出 严世宗的身份之前呢 接手此案的第三任检察官 一直不知道 这严世宗啊 是基隆 严家的成员 只知道有嫌疑人 DNA 比对成功了 但是警方啊 一直抓不到人 检察官后来是大发雷霆啊 怀疑警方呢 是故意低调处理 严世宗把此案警员全部拉去接受内部调查 可惜最后啊 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1997年 这个案件第四度一手 被交由检察官洪泰文负责 洪泰文认为 严世宗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传唤他呀 到法庭出庭作证 但是 严世宗此时啊 早就已经彻底的消失了 案发前 战荣刚开始在台湾的影视圈走红 电视剧和电影的邀约呀 是一步接着一步 如果不是因为这起意外 按照他努力敬业的性格 说不定 我们呢 可能会在很多舞台上 看到他的出现呢 这个案子呀 本来并非毫无侦破方向 但是 因为警方的疏漏 或者是掩盖 时至今日啊 这个案件依然没有结果 到如今 战荣留给大众的回忆 只有他23岁时的 殷容相貌 和一个没有答案的谜题呀 就在70年代 80年左右啊 有一个人呢 叫做马燕琴 这个女人呢 从小就长得特别漂亮 那在周围人 周围人看来呀 这个女孩呢 像洋娃娃一般的好看 而且这个女人呢 学习成绩很好 身边呢 有无数的男性的追求者 本来呢 这个又有颜值 又有才华的马燕琴 对于这个理想的对象 要求也很高 其实呢 她也就是如同一个普通女孩子一样啊 渴望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时光飞逝 这个小女孩专业之间 就来到1985年了 可是在这一年 这个美丽的马燕琴啊 却头发凌乱 面露恐惧的 出现在死刑场之中 当时周围的群众啊 对她是指指点点 言语之中呢 筹码了谴责 而这个马燕琴呢 则是拒不认罪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成长经历 让一个人的变化如此之大 马燕琴在成长过程当中 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 最终使得他变成了死刑场了吗 一个死刑犯呢 老刘啊 就给听众朋友今天讲述一下 这个因为剧中跳舞 最终呢 被判处死刑的马燕琴的案件 咱们略过马燕琴成长的童年 先从马燕琴的第一段婚姻 和听众朋友们讲起 因为马燕琴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呢 就是源于他这场不幸福的婚姻 怎么说呢 从小相貌出众 才华过人的马燕琴呢 长得漂亮 又能说悔道 总是能够吸引呢 许多许多男生的目光 可是他这个婚姻生活 一直却非常令人费解 当年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一般的这个女人呢 没有这个婚姻的自主 自主的这个权利 所以当时马燕琴的父母啊 也是不由分说的 就给马燕琴 安排了一门婚事 这个男人呢 有点呆呆傻傻的 甚至不善言辞 一见到这个马燕琴呢 就会对他红着脸 这个马燕琴心目当中 那理想的财貌双全的对象 完全都搭不着边啊 一开始马燕琴 怎么都不想接受这桩婚姻 但是啊 他的父母居然以死相逼啊 硬是要逼着马燕琴 同意这面婚事 父母的做法啊 是马燕琴 哈勒欣 最终只能无奈答应了 一开始呢 马燕琴的丈夫啊 对他很好 虽然爸也说话 但是呢 万事 以马燕琴为主 以马燕琴为先 对马燕琴是十分体贴呀 马燕琴随着时间 渐渐的就被这个男人所打动了 心想啊 原来还是自己的父母啊 眼光比较是一个长远 看得出来 一个好男人是什么样子的 心想啊 自己嫁了这男人 也不算太糟啊 毕竟呢 老公对自己好 比什么都强啊 逐渐的 这两个人的感情啊 就升温了 而且呢 还和这个老公啊 生下了两个女儿 一时之间 解放邻居啊 都非常的羡慕他 说这个 马燕琴找了个好老公 两个人呢 生活的十分幸福 马燕琴这个女人 除了长得漂亮 而且呢 学习好之外 为人呢 有一些豪放不羁 非常爽朗 活泼开朗 马燕琴不管 和这个同性 还是异性的朋友啊 总是能够谈到一起去 他这朋友啊 一大堆一大堆的 哎 总是能和这些 交上朋友的人 说张话 而且 丝毫不避讳 和这个男同志 说说笑笑 但是呢 周围邻居们 那个时候不一样啊 那个年代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 我们这些老百姓啊 在这个生活上 都比较传统的 而且呢 有一些这个周围的 这个大姨大妈呀 什么三姑六婆呀 他们总爱呀 生是非 嚼舌根 所以呢 当时这个马燕琴家 附近的邻居呀 一看到马燕琴的丈夫 总要和这个 马燕琴的丈夫 说上一句话 什么话呢 哎 就是好心的 提醒他老公说 看好你老婆 马燕琴的丈夫 看上去 虽然呆呆傻傻的 而且听到这些邻居的话 总是表现得很淡然 可是其实 这个男人内心 极为敏感呢 你说 不用邻居们说 自己老婆天天 和那些男人混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他心里早就不好受了 所以呢 长时间呢 听到这些邻居们 说了这些话 就算这个马燕琴 没和那些男人 发生什么 那这个老公的心里呀 也是非常的不得劲啊 他总觉得自己的头上 闪烁着绿油油的光芒 觉得十分的丢人 有一次这个马燕琴呢 很正常的 和一个男人在交谈 就被老公给看到了 于是当时他弄不可饿的 就把那个马燕琴 给拽回家里了 大骂马燕琴不知廉耻 甚至开始啊 对马燕琴动手动脚 他质问马燕琴说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你们走在一起 不嫌丢人吗 你像什么样子啊 一看着以前对自己 恩爱有加的丈夫 变成如今这个模样 马燕琴一脸都不理解呀 他和自己的丈夫就解释了 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呀 我们只是正常的交往 我告诉你 我们之间 根本没有做过什么 出格的事 可是呢 他老公不相信呢 没做过出格的事 那你为什么 做和那些男的在一起 天天亲戚觅觅的 你怎么没对我这个样子呢 马燕琴一听 赶紧喊冤呢 没有啊 我和他们在一起 只是普通的正常的关系 那我和你 当然是恩爱爱的夫妻 我对你最好啊 可是 马燕琴老公 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 他在内心当中 就认为自己呀 对着马燕琴 戴了捋帽子 然后他一边大声着 骂着马燕琴 一边恼羞成怒 说话之间呢 一个巴掌 就飞了过去 啪 狠狠地 扇在了马燕琴的脸上 这一巴掌啊 就把马燕琴给打懵了呀 两久之后 他才回过室来 我说了 从小呢 马燕琴长得漂亮 为人呢 学习好 而且呢 从小就很自信 很高傲 这时候 被自己认为呀 一个赶不上自己的男人 如此羞辱 立刻 就反击了回去 你敢打我 你有什么本事 你就和我离婚 打女人 算什么男人 马燕琴呢 本来在结婚之前 就看不上他这个老公 后来 因为这个老公对得好 所以呢 他才和这个老公 生活在一起 可现如今 就因为自己在外面 和那些男同事啊 多说了一些话 结果就被自己的丈夫 如此辱骂 如此的这个羞辱 马燕琴心中啊 充满了不甘呢 当时 马燕琴这个嘴角啊 都被他老公 打出了鲜血了 他老公 这时候看到 马燕琴脸上巴掌印 再看看自己老婆 嘴角流出的鲜血 顿时又反应过来了 刚才太激动了 哎 没有收住手 一时之间 激愤之下 给自己老婆打了 赶紧呢 向老婆赔赘一下 对不起 老婆我刚才太冲动了 我不应该打你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他马上就开始要求 马燕琴 原谅他 可是啊 由于啊 被自己老公 扇了一巴掌之后 马燕琴的内心呢 原本 对他老公的这些不满 全都翻涌了上来 再也不理会这个 老公的哀求 坚持 要和他老公离婚 俗话说得好 这家暴啊 只有零次 和无数次 所以这马燕琴做的呢 也挺对的 他不能容忍呢 对自己动手的这个男人 最终呢 马燕琴呢 和他这个 第一任的老公啊 就离婚了 可是呢 这种事情 在当时来说 那就变了一个风向了 周围邻居啊 这些金帽好友啊 都在背后 就说这个马燕琴的不是了 说马燕琴这个女人 不守负荡 然后呢 经常和那些男人呢 不三不四的 所以后来呢 由于丈夫 觉得这个 马燕琴 这个生活作风不太好 所以呢 就和他离婚了 哎 就这样 在周围邻居的口中 眼中 马燕琴 就成了一个不守负荡的女人了 其实啊 那个年代的咱们这个中国 还比较落后 七十年代嘛 八十年代 在一些地方啊 还是有着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这一次的离婚呢 就使得马燕琴的人生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了 原来在和老公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在一下这个饭店里打工 当服务员 虽然这个工资比较微薄 但是当时 他自己一个人呢 自由自在 还是非常的快乐 只不过这时候和老公离婚了 他觉得生活里好像缺少了点什么 长期的这个操劳啊 使他就得了病了 不得呢 不辞职 回到家中 可是人呢 一旦歇下来的时候啊 就容易出事了 马燕琴呢 也是这样 根据这个相关的资料记载的 或者说老刘啊 所查阅的这个案件的暗宗呢 最后呢 记载着马燕琴这个案件 犯的是什么罪呢 犯的是流氓罪和聚众淫乱罪 哎 这流氓罪和聚众淫乱罪 就判处了死刑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想知道 这个案件背后的案件故事 老刘先给咱们听众朋友 进行扑法 咱们先弄清楚 什么是流氓罪 和聚众淫乱罪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家呀 对这个黄赌毒 一向都是非常严格 不管何时何地 全部都禁黄禁赌禁毒 那这个流氓罪 大家会很疑惑 为什么呢 好像没有在什么刑法书上 看到这个罪呀 可是呢 这个罪行啊 确实在我们国家曾经出现过 也就是在几十年前 在这个七八十年代呀 在我们国家刚刚稳定之初 哎 就有这个流氓罪了 老刘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流氓罪和强奸罪 淫乱罪呀 非常类似 都是涉及到一些不正当关系的罪名 流氓罪当时如果严重的话 会被判死刑啊 大家 大家所熟悉的 哎 当年的那个歌手 明星 池日强 就是 因为流氓罪 被这国家呀 判处了 有关的刑法 呃 由于当时严打吗 我们国家对于治安管理 十分的严格 比如说当年那些案件 可能大家都感觉到匪夷所思 比如说有小伙子在街上 当众亲了一个女孩以后 这个事儿确实不道德 这个违法乱纪 但是你知道这小伙子最后被判处什么刑法吗 最后这小子呀 被判处了死刑 罪名呢 就是流氓罪 真的 当时啊 还有一些 这个 算是犯罪分子吧 偷看邻居洗澡 偷看女人上厕所 拍一下这个女人屁股 这些啊 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国家为了整治社会治安 确实 也是对这个罪行啊 比较严格 由此可见呢 当时马彦琴所处的那个时代 对这种事情啊 是多么难以容忍 可是在那一年代当中 这马彦琴最后啊 就触碰到这个法律的底线了 那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继续给听众朋友讲声一讲 原来马彦琴离婚之后 从这个饭店的工作岗位上 由于生病 就退下来 马彦琴呢 就不再工作了 他一直靠着国家所给的这种失业补助 去生活 整天呢 在家里没什么事了 这个马彦琴呢 就想找一点乐子 消遣一下 于是这时候 他又迷上了一个活动了 什么活动呢 跳舞 特别喜欢的 舞台上那种昏暗的灯光 喜欢自己的身体啊 随着这个音乐摆动的快感 于是 马彦琴呢 经常出入歌舞厅 可是由于多次在这个歌舞厅里 进行这个 享乐 马彦琴内心呢 就萌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想法了 为什么呢 这个马彦琴当时跳的舞蹈啊 可能在那个年代的人都比较熟悉 交际舞 这个舞蹈呢 需要很多和很多异性朋友一起跳啊 那谁没见两个女的在一起跳这个交际舞啊 所以呢 马彦琴因此接受了不少异性的朋友 这时候他逐渐的就开始沉迷于这种舞蹈之中了 从感觉呀 一和这个男人牵起了手 就有一种这个幸福的感觉 那故事发展到这里 老刘得说上一句了 要说在这个年代来看 那交易舞是再正常不过的 男女之间的这种活动了 可是当时啊 跳交易舞这个事啊 不是被我们这个当年的那个社会所接受的 在外人看来 这女人在舞池当中和男人牵手跳舞 这女人呢 就是不正经的女人 所以 这马彦琴本来之前就由于和自己这个丈夫啊 呃 大家传言说 他和什么样的男人走太近 被老公给抛弃了 结果抛弃之后呢 马彦琴天天混在这个舞厅里 所以这时候 马彦琴的名声是越来越差了 可是马彦琴这个女人呢 活得是放荡不及啊 性格比较豪爽啊 所以呢 他丝毫不顾及外人的眼光 就在这舞池当中 每一天呢 享受着自己的这种快乐 在一次次旋转跳跃之中 他的内心呢 逐渐的就有些变化了 由于马彦琴这个女人 我说了 性格 本身特别爽朗 所以 他在这舞厅当中 认识了好多 这个三教九流的朋友 除了在这个舞厅跳舞之后 马彦琴最后呢 就把这些人呢 找到自己家里去跳舞了 本来 他的家里呢 并不大 地方比较狭小 难以施展舞步 但是 马彦琴总是能够 腾出那么一块地方 给自己啊 和那些舞伴呢 找到这个地方 进行这个跳舞的这种活动 那老刘也不知道 应该说他是向往自由 还是珍惜帅这个舞蹈 还是他觉得和这些男人在一起啊 心里呢 比较快乐 总之当时 用一句话来说 就只有跳舞啊 才能让他忘记一切烦恼 可是他不知道 距离他的深渊 距离他的危险 是越来越近了 可以说 沉迷在享乐之中的这个 马彦琴呢 最终呢 会被他这个行为 所迷失双眼 得到 让他无法想象的这个后果 由于 一次又一次 马彦琴把这些人呢 找到自己家里去跳舞 这就使得 马彦琴的名声大造 许多人呢 是慕名而来 因为马彦琴 长得漂亮 天天在这舞厅里跳舞 跳得也很好 所以这些人呢 都希望 来到马彦琴的舞会之中 和他跳上一支舞 所以 由于马彦琴的 美丽 漂亮 就吸引到了 一大批的追求者呀 这种生活 就使得 马彦琴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自己的生活呀 感觉到非常满意 那再说回上一段哈 马彦琴离婚的时候 不有两个女儿吗 他带走了这两个女儿 但是 现在为了跳舞 他就非常少管自己这两个女儿了 甚至到后来呢 他在自己家里开个舞会 丝毫不顾忌 两个小女儿的感受 当时有人 就劝他要注意一点 可是呢 他就觉得自己呀 被人嫉妒了 别人呢 这也看不得他好 所以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马彦琴呢 可以说 在那个时代 那些日子里 日日如死 夜夜升歌 把这些乌友啊 照到家里 然后呢 举众呢 开舞会 那时候你想一想啊 咱们这个建筑设施啊 咱们所居住的房间 还谈不上什么 隔音材料啊 所以当时 他办这个舞会呀 就影响到周围邻居的生活了 那音乐一响 舞蹈一跳 周围邻居感觉 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随着这个 马彦琴 办舞会的次数越来越多 好多邻居呀 就把马彦琴的这个事啊 就向上面举报了 当时 我们国家虽然已经步入了 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啊 两千多年的风险思想 在老百姓的心中 依然是根深蒂固啊 那周围的老百姓 就觉得马彦琴这个女人 不受妇道 天天找这么一大堆男人 回到家里 和这些男人跳舞 哎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不正经的女人 所以 这些邻居呀 对马彦琴 不仅呢 是恶语相向 而且向上级这些 有关木门天天反应 因为这些邻居 就是觉得 马彦琴这个女人 太不保守 太不懂得妇道 太不贞洁了 那老刘 讲这个案件的时候啊 还真得提一下 贞洁这个词 贞洁这个词啊 可以说在我们中华民族 这个上下目前年呢 其实害惨了很多 所有的女同胞们 但是很可惜的是啊 很大一部分人 在那个年代呀 仍然没有从这个 封建社会中走出来 当然的话说多了 那现在有很多人呢 没从这个封建观念中 走出来是吧 所以呢 那些老百姓啊 当时带着那种 根深蒂固的封建的思想 看待呀 身边的这些人 话说 1983年的某一天晚上 有一群警察呀 又接到这些邻居们的举报 就赶到了 马彦琴的小方签 当时啊 来到现场这些民警啊 打开马彦琴这个房门 就发现房门当中 是烟雾缭绕啊 那些跳舞的人 有一些衣衫不正 那种模样啊 让人感觉折舌 所以 警察当时啊 就把这马彦琴给逮捕了 然后 就给定下了 这个叫做流氓罪的罪名 那到了后来 我之前 和听众们朋友们所说了 这个马彦琴呢 最终 是被处于死刑 作为了他悲惨人生的结局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奇怪呀 你说就因为跳个舞 就被判处流氓罪 判处死刑了 这判的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呀 那你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伙子 在大街上 切了一口女人 就被判死刑 确实判的严重 但是 马彦琴这个罪 真的是罪无可赦 可是 在这背后啊 还隐藏着一些呀 令人呢 这个不为人知的真相 由于这个案件呢 在当时来说 影响恶劣 警方在逮捕马彦琴 不久之后 就把那个案件的真相啊 告知给了大众 原来当时呢 马彦琴 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说他呀 和130多名男性 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 而且呢 这件事情啊 还影响到了他自己的女儿 据说呢 更为过分的是 他居然逼迫自己的女儿去接客 至于这个金钱的交易 他一用从中啊 获取了2000多元的收益 这一点被公布出来之后 许多母亲和女孩们都愤怒了 所以这个案件的恶劣程度啊 已经不能仅仅的判定为流氓罪了 马彦琴 最终呢 被判处了死刑 当然了 在这个案件背后 因为年代久远 再加上当时啊 我们国家这个 很多方面的原因吧 老刘 也不方便在这个案件当中 给他讲的更加详述了 但是这个案件呢 到这里呢 还没有完全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案件呢 还牵扯到了一个十分无辜的人 在这个西安呢 有一个年轻有才的这么一个摄影师 这个摄影师名字叫做惠丽明 当时这个帅气有才的摄影师惠丽明啊 收入挺高的 在那个年代啊 有不少这个收益 而且本人呢 是多才多艺 他有个朋友呢 叫做韩涛 惠丽明这个人呢 年轻往财 而且在那个年代 可以说是十分的时尚 他这个朋友韩涛啊 是在市政公司工作 原本这两个人呢 生活非常的平淡 可是 这两个人 遇见了马燕琴之后 就改变了他们人生 在这个 七八十年代 那时候人们 为了显示自己很时尚 都会出入上流社会 去跳舞 因为这两个人呢 想进入这个时尚圈啊 所以呢 也经常研究跳舞这个事 讨论 跳舞的话题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慧立明和汉涛 两个人聊着聊着 跳舞的事 就聊到了这个 马燕琴了 因为当时呢 都在这一个城市里 马燕琴这个大名啊 这个传播的很 很远很大 所以呢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决定了 哎呀 既然 咱们想进入 上流社会 咱们就找这个 马燕琴呢 去这个 看一看 到底是 怎样一个漂亮女人 怎么样呢 有这么热爱舞蹈 所以慧立明 就跟着这些 名气啊 找到了 很多朋友 最后 就认识了 马燕琴 哎 真的就来到 马燕琴家里去 跳舞了 那我说了 这个慧立明呢 他是个摄影师 他在那个年代 可以说 具有这个 很好的拍摄技术 得天独厚 所以在当时啊 给很多 俊男靓女啊 拍过 好多好多 非常好看的 这个照片 但是呢 当时 说这个慧立明 在见到 马燕琴那一刻 立刻就愣住了 那客观来说 这马燕琴 大小就漂亮啊 长得确实美丽 可是后来 由于啊 马燕琴 长期从事 这个舞蹈运动 所以呢 他这个身材 变得更加好了 那种气质啊 也更加时尚了 就这样 深深的吸引了这个 慧立明 可以说 慧立明当时一剑之下 一剑中行 就被 马燕琴的这个 马燕琴的这个 独特气质 深深的 所吸引住了 这一次跳舞 没想到 是慧立明 和这个 马燕琴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跳舞 因为这一次 发生了一件呢 令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 由于这个 跳舞的时候啊 除了 他的朋友 韩涛 还有慧立明 和马燕琴之外 当时 马燕琴的一个女儿啊 也在这舞会当中 随着音乐响起 几个人跳着跳着 就忘了时间了 很快呢 就到了夜晚时分了 由于呢 跳得比较晚 当时呢 马燕琴觉得 跳得很尽兴 就邀请 他们两个人 单纯在家里 睡一晚上 这两个人呢 也没有拒绝 就这样 两个人 在马燕琴的家里啊 紧挨着 睡在一起 度过了 这么一个夜晚 后来这两个人呢 一直就没有 和马燕琴联系了 可是 让这个韩立明 让这个 两个人呢 不知道的是 突然再有一天 这警察 就像是神明天将一样 出现在他面前 还没明白 怎么一事呢 就被警察呀 咔咔咔 戴上手铐 抓到监狱里去了 后来 经过这个警方的一介绍 这才知道 因为那一天 和这个马燕琴跳舞 然后留宿在马燕琴家中 出事了 他这才知道 原来呀 这马燕琴呢 被这个 法庭啊 定了个流氓罪 说还要判处死刑 啊 这 这慧立明一听啊 心中是 这个 心惊胆战呢 说 说 他 他 他犯了流氓 判了死刑 那和我 没什么关系啊 后来 这个 这个 慧立明 在法庭这个审判当中 承认说 自己呢 曾经 有四个异性朋友 而且和这四个异性朋友啊 都发生过关系 不过 慧立明说了 那都是两厢情愿呢 这个 都是男女朋友啊 可是 当时呢 这个 法庭啊 给他判了一个强奸罪 因为 那个年代嘛 有严打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慧立明啊 被抓了点刑 警方根本 不听他的解释 不听他的辩解 最终呢 给这慧立明啊 判了一个刑法 可能呢 让大家想象不到 当天晚上 慧立明 就因为啊 和这个 马彦琴 同处一室 睡了那一晚上 结果 这个慧立明 就被判了一个 无期徒刑 另外呢 慧立明那个朋友 韩涛啊 后来呢 和这慧立明不一样 那天 在这个 马彦琴家里 吃完教之后 他还和这个 马彦琴呢 保持着一种 密切的关系 结果这一小子 也被判刑了 那可能 听众朋友 更加想不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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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啊 韩涛啊 被判处了 死刑 哎 就是这样 因为在那天晚上 和这个 这个女人呢 同处一室 到底 他们几人之间 有没有发生 这种关系 老六不得而知 可是呢 这个是 事实 最终呢 马彦琴 被判处 死刑 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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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判处了 无际徒刑 那 看一看 整个故事哈 其实感觉 这个 惠利明啊 是个冤纳头 啊 他可能 真的那天晚上 没和这个 马彦琴 发生什么 他只是在 不合适的 这场合呀 和马彦琴 跳了一支舞 不过呢 留宿一晚 到底发生 没发生 什么 确实 这个行为 也是不妥呀 但是 这并不能改变呢 他的确呀 是被 无辜 牵连到 这个案件当中的 这个意外的人 后来呀 经过 我们国家法律的 几次改善 和这个改动 惠利明呢 终于 被释放了 但是 这一次 出狱之后 那给他的心境呢 带来的 却是不一样的变化呀 你说当时 我说了 这是年轻有为的摄影师 在这个监狱里 戳脱了大半生 出来之后 连那个西安呢 他也不想待下去了 摄影这个工作 虽然收入很高 在之前 收入的不错 出狱之后 也非常 可观 可是由于 惠利明 在监狱里待过 所以呢 那些顾客 不信任他了 最终 导致他生活 变得十分的拮据呀 最后呢 他只能靠大一点灵工 来养活自己 当时 这个年轻有为的帅气 摄影师 就成了孤家寡人 最终啊 一辈子 连老婆 都没找到 话说 这个马彦琴 被捕的时候啊 当时 他拒不承认 自己是流氓啊 他一再大喊 自己是冤枉的 然而警方 经过深入调查之后 就发现背后 刚才老刘 所说的真相 所以呢 最终呢 这个马彦琴 被流氓罪 判处了死刑